书中自有千中素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还有历史和现实的真相 书中还有思想和进步的土壤 良情则目而积 闲人则书而读 学者说书 看学者们读的都是什么 听他们从中获取什么 无声有哑知无哑 富有诗书气自华 在上一集中 秦辉指出家族文化 并非中国社会的传统 而是新近的产物 其次家族文化产生的地点 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腹地 中原黄河流域地区 而是东南洋海 这两点颠覆了很多人 对所谓家族传统的认知 那么这种家族文化 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什么会产生于东南洋海 而不是黄河流域呢 学者说书 秦辉说白鹿远 将继续为您解答 在宋代曾经有过官学 有过那个张仔的那个学问 后来以后一直有官学这个说法 白鹿远中也讲到 那个所谓官学的 那个一个老夫子 一个叫做什么先生来着 朱先生 对 朱先生 是个官学大家 是吧 而且在北宋有所谓的旅士相约 就什么蓝田四旅 什么吕大林 吕大房 什么吕大宗 什么什么 蓝田四旅是以反对 那个王安石变法出名的 然后那个 那个蓝田四旅 就搞了一个旅士相约 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名 北鲁响远 得年响圈 得年响圈 见善比刑 见善比刑 文国比盖 文国比盖 能知其审 能知其审 能朽其审 但是那个旅士相约 和南方的那些相约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旅士相约 与其说是强调地方凝聚力 不如说是强调那个朝廷的控制力的 它大部分的内容讲的 不是什么乡里的公共服务这些内容 而是讲的 怎么忠于朝廷 反正就是说 那个 那种相约 讲的其实不是一个家族共同体 或者说是个地方利益群体 而是一个 那个大一统朝廷的一个基层末梢 它和南方的那个家族 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官学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宰一般被认为是官学的老祖宗 张宰他也是谈过宗族的 当时南方的 像那个宋明理学中的朱熹 也是谈宗族的一个高手 但是如果你比较北方的张宰和南方的朱熹 谈宗族 你就会发现南方的朱熹 谈的是很实用的 他讲的尽忠收族 其实讲的就是那种功能性的东西 就是要有竹田 要有什么修家坡什么 可是那个张宰讲的宗族 其实完全是经学意义上的那种 那种东西 什么左朝幽暮 什么什么 讲的都是那个 祭祀中的各种安排 其实并没有提到 那个社会功能性的组织 我们后来称之为官学的那个东西 其实和张宰也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官学 除了把它定义为陕西的学者以外 其实你很难找到什么 什么什么和张宰有关的东西 因为张宰之后 几乎所有的陕西有名的学者 都是所谓学中成诸的 甚至连王阳明的思想 在陕西影响都不是很大的 陈忠实先生把这么一个故事 安排在陕西的背景下 除了他对陕西的语言 这些东西很了解 就是那个实在要讲 他的这整个这个故事的安排 作为中国的象征 要比作为陕西的象征更可信 在陕西来讲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像他讲的那种样子 在关中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觉得都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这里的确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设想的家族 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东西 那应该是传统越浓厚 越封闭的地方越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汉唐宋元 其实这东西并不多 到了明清 尤其是清以后反而多起来了呢 为什么又是在东南沿海 甚至新界那样的地方多呢 新界在清朝宗族是很发达的 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 那个新界所在的保安县 在宋元时期有这种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 晚近的所谓的岭南学派 晚近的那些研究中族 华南地区中族新城的这些人 他们基本上有个共识 就是认为这个东西 不是什么原生形态的东西 而是很晚近才有的 而且这种东西经历了 这个地方凝聚力 在准近代的条件下 由于市场经济 由于法家的那一套 垂直控制体系的松弛 是吧 那个地方上重新形成凝聚力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实际上在那些地方的活跃 可能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 是一个传统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 你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准近代化现象 当然你不能说近代社会 就是这种家规族法 很多的这种社会 是吧 但是的确相比起那种 上面有一个法家的大一统控制 下面是一盘善杀 就是直接就是皇上 直接就是皇上控制 编户齐民的那个社会而言 那个清代东南远海的 那种社会组织是比较活跃的 是吧 这个社会组织的活跃 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 很多人 很多学者曾经描述过 这个晚清 就是这个清代 这种功能性种族的 这个形成过程 他们都认为 这个是不是本来就有的 而是晚清 由于这个社会交往的活跃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 乡村中产生了对公共服务 对那个公共组织 对民间组织资源的那种需求 于是人们就创造出了这种东西 如果说这种功能性宗族 是自发组织起来 而不是以血统传承的 那么东南沿海存在 并流传了几百年的宗族家谱 这样的现实证据 又该如何解释呢 甚至人们曾经指出过不少案例 就是说这些村庄本来就不是独姓村 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姓的 但是人们为了建构这样一种组织资源 甚至出现了一种改姓归宗 就是这种现象 比如说广东山水县 有一个最典型的故事 说这个地方在清代有一个村 叫做林河湖村 就有林河湖三姓人 然后他们大概在乾隆年间吧 然后就有人提出说 你看现在因为珠山脚地区 之所以有宗族 很重要的就是唯肯沙田的需要 当然还有很多公共事务了 说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组织 那么怎么组织呢 当时想到的就是宗族了 宗族可是我们又不是一个姓 怎么办呢 他们说那我们就改姓 但是改姓改谁的姓呢 就抓丘 然后这三姓人家就抓丘 结果抓到姓林 于是大家就改姓林 然后据说有几家 姓胡的不同意 那他们就搬走了 然后同意的就都改姓林 然后就建立了个林氏宗旨 然后建立了个林氏宗旨 但你不知道祖宗是谁 这些人都 广东在建立宗族的过程中 有一个名词叫做 偷太公太婆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祖宗是谁 我们就借用一个 反正是为了乡土的凝聚力 要有一个象征符号 然后这个林河湖村 就说是那我们 林河湖村比较特别 他没有去偷别人的太公太婆 有一个人除了 有一个人建议说 说你看我们改姓归宗 要杀了一只鸡 然后杀血为盟 大家就是有这么一个仪式 他说那个鸡就是我们的团结的象征 于是就立了一个牌坊 叫做鸡骨太公 把那鸡吃掉以后 把那个骨头用一个红布一包 悬在那个池塘的那个房梁下 然后立了一块牌坊 叫做鸡骨太公 就是他们的象征性的祖先 就成为他们那个崇拜的对象 据说是那个调查说 是民国年间这个池塘垮掉了 后来重新修的时候 他们把那个东西从房梁上解下来 说那里头的鸡骨还在 反正整个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说明这个南方的 这种功能性中毒 在很晚近的时候 在明清的两代 其实是有一个再建构的过程 或者说就是新建的过程 以秦辉所说 现在东南沿海大多数同性家族 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 而是为了经济发展 由若干同性家族合并而成 由此他们所修家谱 也就失去了考据意义 除此之外 关于这些家族还有什么出乎大家预料之外的呢 一些学者像郑正满先生 他们把这种叫做契约性种族 就是为了公共服务的需要 为了民间组织资源的需要 就是人们采取这种民间契约的方式 就是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是吧 有了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 可以提供那种 那种共同体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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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行为的资源 而这种形式在东南沿海大量出现了 其实朝廷是挺警惕的 实际上在广东 在广东 江西 很多地方在乾隆年间都出现过 朝廷打压这些池塘的这些现象 就是什么 毁池追捕 就是那个 而且曾经下过命令要分掉这些竹田 要禁止有这些池塘 所以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那种 就是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儒家传统 说这个儒家传统和朝廷如何如何 是联为一体的 是吧 就是这个可能都是有问题 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 说什么中国传统是什么 皇权不下限 限下为宗族 宗族皆自治 自治靠相生 什么什么 整个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是都很成问题的 教你好赏警惯 我是黄粮 不是你指甲的扣粮 黄粮都没有了 你的黄粮交给谁去 在很多人印象里 帝制时期 皇权一统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 借助了宗教的力量 因此家族文化 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又得到了皇权的承认 但秦辉之前 否定了家族文化的传统性 现在又否定了帝制下 家族文化的合法性 这又有什么具体的实证呢 法家政治本来对这个事情 就是反感的 如表法理 他实际上并不真正的 喜欢这一套东西 他比如说我们 传统社会经常表彰 皇上经常表彰 几世同堂的那种 所谓一门之家 某某人说是他三代四代 甚至十几代都不分家 巨族千人 什么民宗鼎食 什么什么 然后皇上说 你道德高尚 给你立一块牌坊 实际上这种现象 它的背景是中国普遍 都是五口百姆之家 都是中国传统时代的家庭 其实都是小家庭 而且朝廷是鼓励小家庭的 真正出现那种 北魏时期那种什么 北师合护千钉攻击 那朝廷马上要干预的 不允许有这样的那种 那种民间组织存在的 但是在完全没有的情况下 他会挑一些 朝廷认为靠得住的人 就是某个大官僚 某个忠臣 他会表彰这些东西 就是作为一个儒表 实际上这个东西 真正的发展起来 朝廷就比较忌讳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浙江浦江县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 叫镇宅镇 镇宅镇就是宋元时代 很有名的一门镇市 据说从唐代末年开始 就不分家 一直到整个元代 都没有分家 到了明代 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上千人的大家族 就是共产主义的 就是在一起吃饭 不分家习惨 甚至连衣服都是 都是共有的 就是那些 有很多传说 说那些媳妇回娘家 就到公共衣柜里头 挑自己综艺的衣服穿 然后就去回娘家 回来以后 就怕他又放回那个 那个公共的衣柜里头 像这样的事 到了明初 就有人传到 朱元璋的耳朵里 朱元璋一开始 就是很称赞 说哎呦 我这家人道德很高尚 然后那个马皇后 就在旁边说了一句 以此众判何事不成 说他搞了那么多人 在那里干啥 要造反吗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朝廷很难控制 然后朱元璋马上恍然大悟 然后就下令 那个直线收集这个 郑家的罪状 要治这个组长的罪 然后据说 那个那个那个 很多人就做了很多工作 从旁劝解什么什么 半天 然后这个郑家的这个组长 才逃过一劫 这个这些故事啊 都发都说明这个 传统时代的这个 大一统的东西 他其实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既然家族文化既没有被地质所承认 又没有传统根基 既没有合法性 又没有传统性 家族文化该如何规避 并发展呢 你可以看到在广东啊 这个这个宗族自治这个现象 在晚清一度是非常发达 甚至很多人都参加了 那个晚清的立宪运动 而且广东那个时候的 一些宗族自治行为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在晚清的那个 那个社会自治那个框架下运作的 比如说你们现在去到广州 都可以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叫做陈家池 这个陈家池其实就是 以儒家的宗族思想为包装的 一种近代那个社会结社 号称是广东传审 七十二线陈性族人 联合组织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 实际上那个所谓的 七十二线陈性族人 并没有真正的血缘联系 所谓的陈性族人 只是一个认同符号而已 你说这七十二线的这些人 七十二线就等于是传审的 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是没有的 当然他建立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作为一个民间结社的 这么一个机构 而且这个机构是在晚清的 这很多事情中是扮演了角色的 当时政府是禁止的 正因为禁止 所以当时成立的时候 并不叫做陈家池 而叫做什么什么书院 那么后来他在 就是说这个事情实际上 当然你可以说 以血缘组织为社会组织的纽带 这个应该说也不是现代现象 但是他比起法家统治下 民间组织资源非常匮乏的 那种状态来讲 至少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准进代现象 家族文化在地质的压迫下 发出了新雅 但这时候也已到了地质末期 中国社会面临着 两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家族文化又该何去何从呢 学者说书 秦辉说白鹿远 将继续为您解答